尊敬的诸位长辈 尊敬的诸位长辈 诸位领导 诸位老师 诸位来宾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不学理 吴以立 我先介绍自己 我来自于东北 黑龙江 赵东市 我姓武 叫武学云 我的职业是教师 现在呢 也在做着 承传中华文化的义务工作 今天呢 非常感恩 大会主办承办 这项的单位 和全体的老师 全体的义工朋友 也感谢在座的 诸位我的父母 我们大家 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在这里 忏悔过去 也分享 我学习传统文化之后 给我和我的家庭 乃至于我的家族 以及社会 带来的利益 那我学习传统文化的时间 也不长 所以在分享的过程中 有不对的地方 敬请老师 我学习 和各位嘉宾朋友们 给我批评 谢谢大家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弟子归 守校T 是如何 是如何让我 这样一个坚强 这个性格 坚强的女人 怎样 开始变得柔软的 是怎样让我的内心 开始柔软的 那我要很惭悔地告诉大家 我是刚刚开始转变我的性格 刚刚开始转变我的内心 那我为什么要转变呢 就是因为 我学习了传统文化 我也在全国各地 弘扬孝道 那我知道 中华民族 五千年传统文化的 核心的根 是孝道 我们中华民族的 炎黄子孙 要行孝道 那过去我不知道 所以 现在我知道了 为了孝顺 我的公公婆婆 我必须转变 因为公公婆婆 最爱她的儿子 我的先生 所以 我必须 对我先生好 因为 为了让我的公公婆婆放心 我也必须 爱我的先生 必须从我的内心 开始转变 那我过去 说是一个强悍的太太 太太是一个很神圣的名词 所以啊 她来源于古代的 周朝的三太 是神圣 而伟大的 在我这个太太的前面 加上了强悍两个字 顾名思义 我不称职 也不合格 玷污了 这两个字 我学习传统文化 我知道了 中华民族 像一棵大树一样 我们的每一个家族 也像一棵参天的大树 那夫妻两个 是这棵树的树干 我们家族的孩子 是树上的果实 我们家庭的财富 也是树上的枝叶花果 乃至于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长寿 我们的长相 以及我们所追求的 一切美好的愿望 都是树上的枝叶花果 怎么能让我们的家族 枝叶花果好呢 圣者人告诉我们 譬如旷野杀气之中 有大树王 若根得水 枝叶花果 西皆繁茂 那谁是我们家族 大树的根呢 就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公公婆婆 我们的岳父岳母 我们所有的长辈 和我们无尽的祖先 是我们家族大树的根 为了让我们所有的枝叶花果 西皆繁茂 所以我们必须爱根 把我们的爱水 化作一片孝心 来孝顺我们的父母 孝顺我们的公公婆婆 孝顺我们的岳父岳母 孝顺我们所有的长辈 和我们无尽的祖先 所以我必须回归根本 立行孝道 那我过去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生活在一个 普通的工人家庭 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那我高中毕业之后 就下乡了 因为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所以没有任何力量 让我下乡以后 从农村给我抽回来 因此我必须自己 闯出一条路来 所以坚强 刚强男化的性格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养成了 那我所听到的 我所知道的 就是妇女 妇女有半边田 可是给我半边田之后 我还嫌少 我还想要一个田 那 有一部古老的经典 《易经》 里面有六十四卦 第一卦是前卦 前卦代表天 代表男子 代表丈夫 代表自强不息 还有一卦是坤卦 坤卦代表大帝 代表女性 代表妻子 代表柔顺 代表厚德载物 可是 这些我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 也不知道 无论关系的核心 是夫妻 更不知道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那所以我下乡之后 在青年点 就很强势 所以我就 脱离了工作岗位 当上了领导 又走到了公社里边 就在这个青年点 遇到了 我的丈夫 我们两个 就开始 相知 那也不知道 像蔡老师讲的 触对象 要有一个过程 那要相知 还要这个相爱 要珍惜这个缘分 然后呢 相爱是要有次第的 最后才能走向婚姻 那我也没有领到 夫妻 培训的上岗证 就登上了 结婚婚礼的殿堂 又没有领到 怎样做父母的 这样一个 怎样做一个母亲 一个孝顺的儿媳妇 怎样做一个好的太太 这样的上岗证 又生了孩子 所以我就 一步一步的错下去 在我的家庭 是伦常错位 我成了我们家的天 那我的先生 就成了我们家的地 古人讲 伦常乖传 力见消亡 那我跟我的先生 打了三十多年的仗 那我呀 女儿呢 二十九岁 为什么打了三十多年呢 就是从出对象 就开始打了五年 结婚以后又继续打 这样打了三十多年 我又不知道 是我的错 又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后来我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我被分配到了一所高中 教高三 每天呢 批心戴约 为了遵求名文立养 为了争强好事 为了多教出几个大学生 只是在教知识啊 所以家庭啊 我都顾不上 那我的先生啊 就在家里边 他所承担的 是我应该承担的那一份 可是都让我的先生承担了 那么他呢 还要有他自己的工作 可是我还不满足 我对他处处无力 因为傲慢 对他像学生一样 张嘴就是喊 没有一点恭敬之心 那女人那种谦卑心啊 柔顺的心 柔软的心啊 一点点都没有 所以啊 是非常的强势 这样啊 就导致了我的先生脾气越来越坏 那他对我呢 就是张嘴就骂 举手就打 那我又找不到自己的原因 不知道是自己已经错了 是我霸占了人家的位置 我根本都不知道 也不懂 一味的抱怨 总是强势 那后来呀 我家先生就不上班了 只是在家里 伺候我和孩子 我晚间回家呀 都是九十点钟 两个孩子 都是我的先生逮大 我的先生啊 每天起早 谈黑的做三顿饭 还要背着孩子洗衣服 照顾老人 这些事都由我先生来做 那我的婆家呀 由于娶了我这样一个大学生 六个媳妇对我都是高看一眼 每天早上我没起来的时候 就把做好的饭菜 端到我的屋里 当我要淋一点水的时候 我的公公婆婆就说 快点的 就让我的兄弟媳妇 跟你三嫂把水端过去 什么都不让我干 就这样处处地让着我 我的傲慢习气就越来越增长 那我的两个孩子啊 几乎都见不到我的影 我还记得 后来呀 社会上就兴起了学生聚会 同学聚会 那我每天呢 都跟同学出去唱歌 跳舞 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很晚了 已经是半夜两三点钟 可是当我回到家里 同学送我回来的时候 我还沾沾自喜地告诉我的同学 我说你们看看 六楼就是我的家 点灯的那个就是我的家 别人家的灯啊 都灭了 只有我家的灯 还灯火通灭 那我一个电话 先生就下来接我 他是没有脱衣服 一直在等着我 我的先生爱我 他只能拿着我的照片 亲戚我 我就是这样一个刚强的女性 那我们俩过走路 过马路的时候 我的先生 怕马路有车 就牵着我走 后来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 老师就告诉我 吴老师啊 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就主动地把先生的胳膊 挎上 这些我都不会做 谁家的先生 愿找这样一个女人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就是这样 我压迫了我先生 三十多年 到零五年 我学习了传统文化 接触到了弟子规 静孔老教授告诉我 要把弟子规 弘扬到农村的每一个乡镇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家庭 那我到北京的地质大学 去听蔡老师讲课 我就开始弘扬弟子规 讲解弟子规 可是我只是给别人讲 自己根本不去落实 还是像老师给学生上课一样 后来啊 我又看到了和谐拯救危机 又听了我们胡董讲的 构建和谐企业 也要从自己开始 那和谐拯救危机 要找一个点 这个点呢 就是家庭 和谐 从我做起 从我心开始 从我的社区开始 从我幼儿园开始 从我学校开始 所以我就坐了下来 开始转变自己的家庭 修身 齐家 治国 才能平天下 那06年 我就开始 跟安山的我的老师 学讲校道 用这个大树啊 来表校道 弘扬到全国的 每一个地方 那我讲着讲着的时候 突然呢 就把自己讲开了 所以我要必须从我开始 从我做起 传统文化的根呢 是孝道 我不知道 我这三十多年 夫妻吵架 是不孝啊 孝顺 是有次第的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还要养父母之慧 那我跟我先生打架 打了三十年 前十年的时候 我父母根本不知道 我就以为 不让我父母知道 我就是孝 有的过年的时候啊 别人家都是灯火灰灵 我一个人呢 在大街上走着 后来我知道 我是多么的不孝 这样我就开始啊 从孝道 开始落实 开始立心 那我的公公婆婆 已经不在了 树与镜 而风不止 子欲养 而亲不带 我想给公公婆婆 刻上一个头 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今天呢 我要在这里 给我的公公婆婆 刻头 爹 妈 儿媳妇跟您刻头了 感谢 咖啥 拍摄 晚山之美笑未尽 你静静静 无声色 长久生命大 不难得的路上 却爱帮爱不忘 那我的父母还在 我的父母已经都八十多岁了 为我操心了 我的五十多岁 所以我就利用过生日的机会 给父母磕头 但我不知道 儿子生日是娘的苦日 我们生下那一天 是母亲的受难日 过去有多少母亲 为了生孩子而丧失了性命 所以 我利用过生日的机会 给父母磕头 当我这三代 败下来的时候 我父母 双双的眼泪流下来了 对我这个不孝的女儿 给原谅 后来我就想 怎么样能报答公公婆婆 我必须恭敬我的先生 因为公公婆婆最爱她的儿子了 我就开始给我的先生磕头 刚开始啊 这个心转不过来 所以啊 我从形式上我必须去做 因为我是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人 我竟给别人讲课了 看到很多孝子当场 跪下来 给父母公公婆婆磕头 给先生鞠躬磕头 我做不到我 我三十多年 记下的病太厚了 不知道是自己的错 后来我就从形式上 开始给先生磕头 可是因为我的心转不过来 只是从形式上 那我的先生也是知道的 当我给他磕头的时候 他恨不得一脚把我踢开 后来老师啊 就教给我 回根呢 要从念头上开始转 然后我连我走路的时候 我都念着 先生对不起 先生谢谢你 先生感恩你 先生你辛苦了 就这样让我的心 一点点柔软些了 我要回根 老师教给我 找根呢 所以我每天都念着 我是老王家的儿媳妇 我是老王家王老三的媳妇 我是人家的儿媳妇 我是人家的媳妇 我做不到我 三十多年来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祖宗 更对不起我的一双儿女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我在这里向我的祖宗 公公婆婆父母 先生忏悔 向我的一双儿女忏悔 我每天这样的念着 早上起来 跪在祖宗的面前 也这样的念着 我的心啊 真的转过来了 有一次 当我准备去南方讲课的时候 老师说 吴老师啊 您先去仙老师 萧老师家 看看他是怎么孝顺公公婆婆 恭敬先生的 我到他家待了两天 我的心啊 刚强的心啊 开始转变了 他的先生问我 说吴老师啊 您讲课还差一点点 听说您跟姐夫 还有点隔阂 没有解开 然后他就问我 您的先生 有什么好处 我说他没什么好处 然后我就说 先生的一些个缺点 他说我听你这一说 我都想揍他去 那后来呀 我就说呀 我要把心里的脏东西 全都倒出去 像一个水杯一样 重新装上新的 装上清净的水 第二天呢 萧老师的先生又跟我说 说咱俩还是要解决问题 我们从心上转 您找找您先生啊 有什么优点 还得想啊 你俩是怎么出的对象呢 怎么走到一起的 我说我俩在青年点啊 都喜欢写诗 他也写 我也写 写了到一块对诗 对了就干 打起来了就分开 然后再回去写 写完了又到一块来对 对完了就这样又干起来 我说就这样认识的 后来他说 哎呀你先生真好 还会写诗 我说是啊 我说他还会作曲呢 还会谱曲 还会这个乐器 还会配词 我说什么都会 哎呀他说 还有这么多优点呢 还有什么优点 他就帮我找优点 我就找找找 啊我先生没有缺点的 全是优点 原来天下最好的先生 让我找到了 我就这样的开始啊 念他的优点 念着念着呀 我一起讲课的 两个老师就说 哎呀他们就流下了眼泪 我说姐姐啊 你终于转变了 然后就说 咱们别去讲课了 咱们回家吧 回家例行 我说不行啊 南方的课都排满了 说咱给老师打电话 不去了 我说行 我说老师啊 我不去了 我要回去例行 老师说那太好了 您先回下例行 回家放下 你这个自己的 这个课程 回家做专职太太 然后我就 回到回家 买上了火车票 回来的时候 我就先得先上 发个短信 我说亲爱的先生 从来没说过 我说我要回家了 那我 明天啊 早上七点 要到家 那 什么时候啊 到海尔滨 到赵东啊 还不知道 然后我又说了一些 祝福的话 说了一些感恩 对不起的话 后来先生 马上给我回短信 并且把回家的车呀 都够查好了 就这样啊 告诉我 您要是回来的时候啊 您就先 打个车回来 要不然您就等着 找个旅店呢 住去 明天呢 再坐车回来 就这样啊 我一直念先生的好 一直是感恩呢 那通不通啊 通啊 因为笑到通了 我是爱根啊 公敬先生 是为了孝顺我的公公婆婆 孝顺公公婆婆呀 一个做女人的 就是孝顺父母 因为不辱家风啊 就这样 然后 我的先生啊 就通了 孝涕之至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没给他打电话 我直接回家了 就到了我父母的家里 因为我知道 笑到之后啊 我每次出去讲课 先给我父母 顶礼磕头 然后我再走 回来的时候 又给父母磕头 这样我就先到 我父母的那里 报平安 然后我父母就说呀 因为我跟我父母 住上下楼 我父母就说 赶紧回去吧 这个发音在上面 等着您啊 我根本没告诉我先生 我回来了 这样我就 低着大包啊 我就从四楼 要过五楼 才能到六楼 我刚还没上到五楼 我家先生就跑下来了 就跑到五楼来接我 就说 快点快点给我吧 你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啊 我说打电话干啥呀 他说我去接您去 我说我的东西也不多 就把我接上去了 就围着我的身前身后 跟我汇报 我离开这几天啊 家里边的一切 就好像啊 酒别三秋一样啊 那我回去之后 我要先上到洗手间 那我上厕所的时候啊 他还趴在厕所的门口 跟我俩汇报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啊 我们两个俩 结下三十多年 那个厚厚的冰啊 就传统文化 孝道 就像一个冰穿着一样 这么一穿啊 就把这个厚厚的冰 彻底的穿开了 我们俩的心啊 真的都敞开了 男女平等啊 是谦卑 是礼敬 是恭敬 叫平等啊 所以说 从那一刻开始 我们俩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 然后再给先生 磕头的时候 他就欣然接受 然后我就跟 他就不让 他说不要磕了 我说 您不让我给您磕头啊 我头就疼 因为有一次我头疼啊 找不到原因 后来我知道了 我是不孝啊 不孝就头疼 头是手啊 是父母 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 是长辈 是师长啊 是丈夫 是头 所以我找到 这个原因之后呢 我就在祖宗跟家 忏悔啊 跟我先生忏悔 他不好意思 当他的面 跟他忏悔 所以我的头 马上就不疼了 笑到通啊 然后我说 你不让我给你磕头 我头就疼 他说好 为了你的头不疼 你就磕吧 那我跟我的先生 转变了之后呢 我看我先生啊 还是不怎么太满意 后来我又找原因呢 我就知道 那什么原因呢 兄弟目 笑在中 那我过去啊 跟我先生打架的时候 我就希望我 大姑姐能帮我 可是我大姑姐啊 她就帮不了我 那她就帮她的弟弟 后来我就 为了笑顺我的婆婆 因为大姑姐啊 也就拿大姑姐当妈 我就给我的大姑姐磕头 就把那个 心里的那个恨啊 又解开了 所以我的先生啊 就彻底的高兴了 谢谢大家 好 再一次 谢谢吴老师 谢谢吴老师 乃至于民族的大树 在我们女性谦德之下 承载起这一片蔚蓝的天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树 永远屹立不倒 我们女性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吧 感恩大家 对不起 耽误大家时间了 谢谢 谢谢吴老师 谢谢 好 我们请胡董座